今天我们看到大盘终于在3600点整数关附近起稳 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分时图 那么直接开到平盘线位置附近 然后一路上冲 午后由高点回落 略微回落之后一路叙事横盘 几乎最后一个小时就是在横盘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 也验证了就是昨天晚上我发了一则消息 很多朋友不知道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3600点就稳住了 是一个强制撑 果然如此 今天盘中最高点刚好也抵达了之前的上方的一个进线位 这根深蓝色的进线 就是前期的历史高点的连线 连接2021年6月2号 然后再连接2021年10月26号 接近那个高点的位置 今天盘中最高点反弹 刚好也抵达了这个位置 也就3625点左右 大约是这个位置 大约是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盘中冲高回落 显示这个非常窄的箱体 可能的话依旧是一个叙事的这么一个区间 那么今天起稳之后 后续还将再一次尝试突破上方的 这根深蓝色的水平进线的压力位 那么这个地方过去之后 再度大阳线放量 上去之后可以确认 很可能展开加速行情 但现在还有一个概率 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上去之后 那么后来还会下来反复 反复叙事 那么叙事之后 然后展开加速 向上加速 那么下一个目标 就是奔到我之前讲的3700点的目标位 或者是整数关的位置 那么当然了中期来讲 一定是4000点附近 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变化 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本周的K线图 到底什么形态 就明天收盘的时候 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 那整体上来看呢 这个市场的现在的节奏 显然呢有放慢的啊 这样一个趋势 那作为当前呢 大的一个特征来讲 还是一个慢牛的一个节奏啊 就是说当前的这个 这个位置横盘之后 那么后边呢 可能啊 不如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啊 可能走得那么快啊 可能会慢慢磨 磨完之后再起 因为到年底了啊 这个阶段我们说 这个财报年都已经结束了 基金公司呢 也有这种输回的压力 再方面呢 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优质的白马蓝筹 今天再度恢复大涨 那从今天的五菱指数看 那么尽管它在昨天下跌过程当中啊 影响了大盘的一个走势 但是也是在关键的进线位啊 这个水平的进线位起稳 这是上证五菱指数啊 代表A股当中权重最大的50支 超级篮筹 那我们看到这个粉射的水平进线 刚好也是当前市场非常强的支撑位 昨天的一根银线下沙 刚好才到这位置 今天早盘停开之后 盘中啊 一路上扬 一路上扬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分石图当中啊 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迹象啊 上攻的迹象 显然呢 五菱指数 由于它的估值 非常的便宜啊 那么再向下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说 骨子下不来的原因就在这 那么天塌下来啊 有大个子顶着呢 什么是大个子 就是A股这些 D股这篮筹啊 它按兵不动 你的骨子再怎么折腾啊 尤其是大盘啊 你能到哪里去 对吧 下根本下不来的 因为骨子底啊 无比坚硬啊 这个地方是砸不穿的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 低势净率 这个分隔指数啊 低势净率 大家看看啊 这个低势净率的这个 板块指数啊 大家看一眼 那么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突破形态啊 从这个日线的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早上的一个分享啊 也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盘前的那个分享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长期的 北期啊 三年 二零二零一七年的这个 一月底 开始的这一波调整啊 一月底二月初 一路到现在 我们看到 最近的几个月啊 尤其是今年八月份以后啊 出现了上传的迹象 对吧 这个地方已经突破 而且底部呢 是放了两次量 那么低势净率这个题材 目前它的一个市盈率是多少呢 仅仅是五点不到五点四倍 板块市净率零点四倍啊 这里面有两百只成分股 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 股价都低于美股净资产 所以这也是超级蓝筹 也是稳定大盘的一个啊 顶梁柱所在 所以股指下不去啊 后续就是继续啊 继续随着第四净率 这个行情的这个修复啊 那么后期啊 大盘会继续展开啊 上行走势啊 所以说预见啊 在2022年也就明年 第四净率两百只超级低估值蓝筹股 依然维持啊 这个慢牛节奏 重心会不断向上攀升啊 这就是他一个未来的一个啊 大概的每一个脉络啊 那么第四净率下不去 大盘同样下不去 那我今天早上 如果大家注意听的话 那我给了明年的一个区间呢 大约是还是五百个点的宽幅震荡 那么下沿三千五百点左右啊 上沿四千点啊 这应该是我们2022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啊 所以说这个波段 可能还是要一个 更今年呢 有点雷同啊 今年的是3300点到3700点 400个点的区间波动 400个点左右的区间波动 大区间啊 所以这里面呢 把握节奏很重要 那么明年就是再往上啊 再往上这个空间可能会 更那个 我们说一下啊 可能说空间呢 再往上啊 站到站到上方以后 是吧 然后继续震荡 哎 还是一个大区间 但是他的重心呢 是抬高了啊 那么走完之后 我预计啊 在呃 再有一年左右的这个修转啊 大概是哎 走一个啊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超级浪啊 呃 这是大概的一个节奏 因为最近的这个 呃 两年啊 这个整体大环境啊 有关系 所以立刻呢 鼓子走出一个快牛节奏的行情 类似于2007年 呃 或者2014年 那一波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说当前呢 就是一个 哎 缓慢上升的一个 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从鼓子的这个 呃 整体的这个节奏来看啊 就是围绕着哎 这根长期的啊 这个底部的这根啊 所谓长线支撑线啊 就是长线的支撑线 那么他会走一个什么呢 所谓的这种走势啊 就是慢牛走走势 把几个关键的底部啊 我们连一根线啊 大概啊 就知道说 这些关键的点位 对吧 历史上都是低点 刚好连成一条线 那么这根趋势线就很关键 当然下边这个 呃 这根线呢 那个那个跨度会更长啊 所以呢 重心会不断的攀升啊 不断的攀升 但是节奏会很慢啊 这一点呢 呃 也希望大家呢 注意一下啊 所以说 我说低估值篮筹啊 呃 这一块 以第四净率板块指数为主 那么 呃 目前呢 就是他 他就是一个刚刚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那么预计未来呢 他还是坚持啊 继续上行啊 继续上行为主 当然是正道上行啊 那么空间呢 首先 我们说形态啊 突破形态之后走一倍的空间啊 是吧 那么占量一下 比如说这个高位 是吧 这个高位 那么后面还走这么一个幅度啊 这个相 两个幅度是什么 是相等的 啊 破位之后往上是相等的啊 所以说呃 第四净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呃 指数啊 后面的走势就是正当上行啊 所以现在的话看的话就是估值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后续呢呃可能有短线的一个整理啊 这个整理我认为它是横盘或者是区间啊 区间波动 但是这样的区间波动的时间不会维持太长 那么在这个位置短暂修整之后后续我刚才讲啊 那么还是要向上突破 总之的目标就是向向上啊 向上呃 尽管是快收关了啊 因为今天跟明天应该幅度不大了 我们事先先看一下月线啊 本月应该是一个呃 应该是算是一个月阳线啊 属于小小阳线了啊 小阳线在日线级别那是大阳线啊 上一线有一点点啊 那么短线看这个地方呢 在上一线啊到这个呃 这个下沿之间呢 这个小波段啊 这月线尤其下个月啊 那么在这个之间还会有波动啊 还会有弱势的波动 然后呢波动之后将啊向上啊 所以现在所关注的月K线的角度 就是说三个高点啊 这个三个高点 刚好是不是一个压力线吗 向上突破就是加速啊 这是真正的加速 那么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地方之前 在加速之前啊 在这个底部这个位置 将出现会有小区间的啊 这么一个震荡啊 震荡之后往上突啊 这应该是他后续的一个 啊脉络 那么关于股指啊 我讲的稍微有点多啊 这个呃 由于这两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 昨天呢 这个长一线杀跌 今天就接着就是大部分的跌幅 都给你收回来了啊 这个显示的 当前的这个多头的力量啊 非常强啊 呃 今天题材方面 给大家说一说啊 今天这个呃 首先看板块啊 我们看资金的一个流向 呃 今天我们看到啊 这个券商 今天再度成为 两市当中 主力资金流入最强的一个板块 就是券商板块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大金融板块啊 估值非常低 银行证券保险 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券商 能不能带动大盘呢 上行 券商很重要啊 那么今天呢 大盘收了一个接近的一个中阳线 那么券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券商的板块指数 那就是这根竞线啊 这根竞线呢 我有点有点低了 就大约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昨天随来收牌啊 略有机 今天一根阳线 而且是放量啊 放量占到上方 今天所有的券商股啊 基本上啊 都是上行 只有三家呢 是小幅下跌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这个券商板块指数 很明显啊 今天是一个放量的阳线 把昨天的下跌的全部吞掉 而且还创出了这三天的新高 所以呢 接下来券商板块指数 我认为它是很稳健的啊 继续上行为主了 所以近线这个地方 会逐步来脱离近线的吸引啊 后续重心继续向上 这是关于券商啊 那么其他方面呢 今天走的稍弱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今天的表现来讲啊 虽然是上周二出现40多家涨停的 但是第二天立刻是短线资金啊 投机资金出逃 是吧 这个短线资金说起来啊 也比这个投机氛围太浓了啊 有点像小偷的味道啊 偷一把赶紧跑 但是我说啊 这个做短线的人的这个格局啊 他永远啊都是那一点点啊 来回高跑地息 真的要是来大趋势 很容易踏空啊 那么这一点啊 我要注意大家注意一下 最近几天 尽管地产板块指数出现回踩 但是同时我们发现量能啊 最近几天又回到一个 接近于前面地量的水平 那从当前的位置来看 地产板块指数 实际上又再度啊 调整到位啊 那么之前我给大家也做过一个趋势线 我前面的高点呢 它是压力 那么这次呢 再次转为什么 转为支撑啊 这个地方撑住 撑住之后 后续还是震荡上行啊 为主 所以地产板块指数下来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低息的时机 那么从板块指数来看 已经基本上在技术上 已经踩到位啊 所以不改变它中期呢 继续看好的啊 这样一个观点 其他方面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题材吧 涨价概念 今天再度成为啊 资金密切关注的一个方向 今天的资金流入最强的是谁呢 大家看看啊 从概念上面看 就是芯片 芯片呢 现在不管是汽车芯片啊 汽车方面用的芯片 还是其他的一些消费电子当中用的芯片 都属于缺货的状态 尤其是汽车芯片啊 甚至呢 影响到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产能 所以说我们芯片也是涨价概念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军工啊 最近一个阶段啊 军工板块啊 里边的航空 造船啊 船舶走的还是比较强 今天军工板块呢 一共是12只10%以上的涨体上涨啊 芯片里边啊 今天芯片里边比较多啊 芯片呢 超大单主力资金流入的是非常强啊 今天流入的是40个亿 国防军工27个亿 区块链23个亿 央企改革 呃 央企改革32个亿 区块链33个亿 人工智能32个亿 物联网 虚拟现实 华为啊 都在流入啊 今天我们看 呃 科技题材有一部分 因为之前呢 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啊 这两天又走强的迹象啊 然后国防军工 我们看到今天又一根大阳线啊 再度向上 对吧 多数个股上行 所以目前看的话 国防军工 呃 目前还是有 还是方向啊 总体上还是继续向上啊 区块链 啊 我们看一下区块链啊 区块链今天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强 那么那么现在属于什么呢 就是已经走出了 三重底的这个形态啊 前面第一重底在这儿啊 三重底 一重底 二重底 三重底 那么同时呢 这几天呢 我们看到也是越过了前边的竞线 而且量能啊 配合的也是比较完美啊 比较完美 所以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区块链 后面还将维持正当上行走势 啊 那么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三大题材 呃 5G软 国产软件 和这个芯片啊 我还是继续看好啊 因为估值方面啊 呃 尤其是国产软件受政策的扶持 比较强 还有就是芯片 5G啊 都很强 啊 也涉及到这个自主创新啊 这这一块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 芯片 涨幅榜里边 尤其在题材里边的涨幅榜 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 然后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呃 5G 5G呢 今天的板块指数涨了1.72个百分点 主力机构资金流入啊 净流入将近17个亿 芯片流入40个亿 呃 其他方面我们看国产软件的今天是主力资金流入了13个亿啊 这是我重点看好的啊 三大板块我继续看好 今天呢 再加一个国防军工啊 国防军工这一边呢 一定要找这种补障的机会啊 当然个股很多了 你要说国防军工有多少只个股 我给大家点一下啊 现在374只跟国防军工相关的题材股 那这里边呢 有弱有强啊 这个这个鱼木混杂 呃 有一点就是不要追那个最强的个股啊 最强的个股随时会有短线投机资金出逃 然后把股价打下来啊 现在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投机氛围还是比较浓啊 呃 你说现在我就拿着不动了啊 一路上行 也不大可能啊 很多的票的话涨一波 然后调 调起来有的时候赶上股指下跌啊 他也是比较凶的 那么眼下呢 就是一个啊 风险因素告诉大家 就是年报啊 年报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除非年报超出预期 股价继续上涨 否则 那可能就要面临很多股票面临着高位要下来要调一调啊 呃 这样可能如果说年报继续亏损股价在高位 赶紧啊 在第一时间年报预披露出来 的时候你看股价在高位可年报预披露告诉你 可能呀 这个这个要下行或者是刚刚符合预期 那也不行啊 那也要注意啊 即使高谱啊 有些题材股却呢 确实有很多 已经炒过头了啊 不能再追高的啊 所以目前呢 两大主线 低估值蓝筹 加大消费啊 再加我刚才说的那几块啊 芯片5G 啊然后国产软件 外加一个冲工啊 这些我还是比较看好啊 大家注意分低啊 继续吸纳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 祝大家投资顺利